Hello,大家好,我是影子 然后今天我要看的是现在Stray Kids 然后他们发布MV的最后一个 对,最后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不是最近的一个 是我现在还没有看的 应该是最后一个了 对,叫年幼的翅膀 然后之前呢,我之所以把这个先停掉的原因 就是给,我也说了 就是为了能够更了解他们 所以我就看了一下他们的综艺 然后我就看了Stray Kids他们那个选拔的那个节目嘛 然后就了解了一点点 我才发现原来真的 感觉那个hellovator 那个背后有很多我不知道的故事 然后还明明都 真的好 听我感觉这种选拔节目真的太折腾人了嘛 就真的吃了很多苦 然后感觉他们的团回真的是 我才知道原来他们 他们那个组合是方灿他自己 就是先以那个 昌宾和志成他们三个人 先就是他们三个 然后再加入其他的队员 就是他自己组建起来 我是第一次知道 所以我就觉得 哇,那真的好了不起啊 不是公司 就是策划 而是由放餐自己 有感觉团回真的很了不起的 对,所以这次我了解了一点点之后 我再来看这个 我决定来做这个MV 年幼的翅膀 这个我没有看 这个看刚开始是会和 Growing 那个差不多嘛 我也不知道 然后我们就先一起来看吧 3,2,1,go 18年1月10号 我感觉不是 我以为是那种 我感觉现在认识人的话 应该会认出很多 我应该会认出全团吧 我不要认识 这种 com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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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很棒的Leader Felix 在飞机场的Leader 啊 自从Maya 那Vocal也好棒我才知道 真的是 所有人都能Rap和Vocal 啊 记得是那个 Maya 哦 这个雨珍的声音吧 啊 没错 0号 哇 这两句话好听 哦 能不能0号吧 哇Felix oh yeah 好可爱他哦 我猜真的 哦 现成 哦 想要猜他名字 唱音 Dark 黑暗时尘 终于 Money 他上起来是好可爱 米后 米后是不是长好帅 好可爱 哦 哇 这儿好好听 接受 哦 这儿好好听 接受 哦 默大菌 哇哟 哦 哦 制成的声音好酥 刚刚好聪明 哇 我真的觉得Fung Tan 我很意外看了全都只有Fung Tan唱片 还有制成他们好好听 你看Veter的声音 高音制成 哇 居然唱到谁 妈呀 这个Rap的Vocus 非常太牛 对他 黑暗使者 他自己要坠入地狱的那种黑暗 然后队友一块围着他 然后救赎他吗 陪伴他吗 我是这样理解的最后一个 对 然后 这首歌感觉 给我的感觉 因为我才知道为什么他们那个 为什么我听那个Hellie Weeter 还有之前的那些歌之后 都会觉得那种黑暗 非常那种感觉 我之前好像说过就是像那种 复仇的你知道吗 就是我终于知道 因为看完团组以后 他们的风格就在哪 就是黑暗 就是像他们的名字 Street Kids 就是怎么说 就反正他们就是从地狱里面就是 嗯 挣脱 然后追逐梦想走向光明那种 原来他们整个的基调就在那 所以所以之前就是一些感觉很黑暗的歌 然后这次的歌 就这个年龙的翅膀 这首歌给我的 跟以往不太一样 就是有更多希望在 不管节奏还是怎样 就是给我还有 就是不是那么强势了 就是依然很强势 但是不是说那么 就是感觉就是很 之前就是像复仇一样 从感觉从地狱里面生起来 那种亡灵那种那种怨念 就不知道怎么是很深 然后这次就感觉是更多梦想 然后更多积极 嗯 那种 对 那种兴奋在里面 对 所以我觉得这次感觉 还有他那MV整个的基调 就跟以前不太一样 所以这是我感受到 然后 我真觉得这个团很棒呀 我看了团宗之后才找完啊 然后因为我也是个路人 但我看团宗时候 经常会被看到有点想哭 就是他们的团魂 真的让我觉得 不要这样对孩子们吧 我觉得就这种 你知道吗 然后 他们的构成也都很牛 就是rapper真的很好 然后vocal 哇 我就最意外就是这成 哇天 他的vocal 真是绝了好吗 怎么有人可以vocal 然后rap rap 然后还有他的人都那么好呢 对 然后因为我看他经常会去帮助 芒内嘛 对 然后我就觉得妈呀 小哥哥太有魅力了吧 然后包括所有人 他们组所有人都是 还有看那个 那叫什么CP 就是昌宾和Felix 有人跟我说他们是 飞饼 然后我看弹幕上面 然后还有一个人说他们是 呃 张飞 就那种呢 所以我感觉他们整个团都是那种 感觉真的很棒 然后我 看完之后我就想说 你们都是一群很棒的人 如果不是很棒的话 你们不会进JYP 然后也不会出道 所以希望就像明浩呀 像金 芒内呀 他们就每个人都能够更加的有自信 因为你们都是很棒的 那一个 也有很多支持你们 然后为你们加油的人 所以希望他们能够更加的自信 然后也希望他们以后能够少坎坷 然后 对 因为团魂真的在 然后我真的说少坎坷 然后能够有一个很 能够完成自己的目标 有一个很好的 以后 好像发展 好像未来 对 然后这就是我想说的 然后谢谢你们的收看 希望和希望视频